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《九窝去科普》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这五种人,不是来拖累你就是来祸害你的,能远离尽快远离。 欢迎各位看官,点击订阅,下期精彩内容不错过,我们来借着往下看。 这五种人,不是来拖累你就是来祸害你的,能远离尽快远离。 老话说,尽朱者赤,尽末者黑,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,交朋友,一定要结交对自己有利的人。 尽管说,多个朋友多条路,但是这个朋友是有选择性的。 而不能滥交朋友,网上有段话说得真好,有些人不能接触,一接触就是错误,有些人不能亲近,一亲近就是灾难与不幸,有些人不能相处,一相处就会把你拉入深渊。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,假如你遇到了以下这五种人,看清其真实面目后,一定要毫不犹豫地远离他们,否则一旦遇人不输,轻则会拖累你,把你折腾得心里焦脆,让你吃尽苦头,重则会使你上当吃亏,倒霉的是接踵而来。 第一种,喜欢否定和贬低你的人,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些人,他们会不停地否定你,却很少给予肯定,看上去是心直口快,实则是披着意见领袖的外衣,打击别人抬高自己。 诸葛亮公开场合说,威严有反骨,还教训一顿,无今饶辱性命,如可尽忠抱主,勿生一心,弱生一心,我好歹屈如首级。 其实这是,诸葛亮打压下级一种手段,孤立你,贴上反骨标签,以后别人就得离你原点,失去同事的支持和同情,那你只能臣服我,孔明为什么打压魏严,魏严人性弱点,因为他跟关羽一样,文武双全,自是高人一等,关羽为人,傲上而不忍下。 欺强而不凌弱,魏严就因为傲慢不被重用,这跟我们当初迈入职场一样,认为上级领导能力不行,不服从管理,诸葛亮感觉魏严对他是一种威胁,比如你女朋友领来一个情敌来见你,还没等介绍是谁,明显感觉到敌意,这就是气场,孔明明显感觉魏严是对手,是用小手段提前教训一下,因为张飞和关羽都是刘备铁哥们,在出现一个死中刘备的,那以后谁还听我的,现在就得控制你, 乖乖听话,但刘备不认可孔明做法,若斩此人,孔祥者人人自危,所以过后反重用魏严。 最后刘备死了,魏严反了,为什么反,懂我的人没了,我忠诚的人去了,既然你诸葛亮生前给我贴了脑后有反骨标签,大家也随之认为我是这样的人,魏严破罐子破摔,自己也就真的认定脑后有反骨了,必须反,魏严反是诸葛亮人为的。 生活中,工作中等各种场合,如果有人给你贴标签,一定学会屏蔽掉,那个人动机不纯,他们会不断蚕食你的自信,让你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当中,和这种人长期交往下去,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。 这些人的口头禅就是不是,不对你错了等等等等,总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,喜欢教育别人,好为人师。 但是他们没有辩论,只有争论,因为他们的争辩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和逻辑,他们不是想改变别人的观点,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,否定别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。 生活中处处贬低否定你的人,别深交了,不要认为是忠言逆耳什么的,那只会让你做什么都束手束脚,患得患失,什么都不敢争取,然后失去你本能得到的。 记住,可以跟三观不合的人交朋友,但一定远离这些轻易否定你价值观的朋友。 第二种,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有道是登高山之巅,勿忘父母情,入成功之道,切记恩施意,但凡人品好的人都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。 老板《红楼梦》电视剧里,刘姥姥当初为了生存,到贾府求助,王熙凤把刘姥姥当徒人一样,随意打发了二十两银子。 后来刘姥姥到了秋天,把地里收的瓜果蔬菜,粮食送到贾府,报答贾府的恩德,最后贾府被抄家,贾府的人要么锒铛入狱,要么被当成物件被贩卖,外人看着贾府的人都跟夺温神一样。 只有刘姥姥当听到贾府被抄,贾母去世的消息,坐在田地里痛哭流涕,伤心欲绝,连夜赶到城里去狱中看望王熙凤,看到王熙凤受骨如柴,抱头痛哭, 王熙凤感动得热泪盈眶,临终前让刘姥姥找回自己的女儿乔姐,刘姥姥回去之后不惧千难万险,挨家挨户,四处打听乔姐的下落,当知道乔姐被卖进烟花之地后,本来贫穷的刘姥姥义无反顾地变卖所有家产,花了重金才把乔姐从青楼救了出来,就为了报答王熙凤昔日二十两银子的恩情,乔姐跟刘姥姥相认的一幕。 我热泪滚滚,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刘姥姥,这就是曹公笔下的刘姥姥,一个朴实,真实,善良,滴水之恩,永泉相报的老妇人,她虽然出生不高贵,但是品德高贵,她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里,真图报,善良,朴实的美德。 我们现在社会太缺少像刘姥姥这样知恩图报的人了,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不忠不孝,不仁不义,好像别人都欠她的一样,把别人对她的恩情看成理所当然,丝毫不灵情。 我曾见到几位年轻人在网上发文,大骂自己的父母没本事,没钱给他们买车买房,试想,一个不知道感激父母养育之恩的人,你还能指望他会感激别人的恩情吗? 不懂感恩的人,说严重点就是狼心狗肺,在这种人的眼里只有怨恨和利益,他们做事无情无义,心狠手辣,最容易做出背叛和出卖等望恩负义,落井下石的事来,所以一定要远离这种人。 第三种,心眼太多的人,心眼太多的人,城府深,心机重,为人非常虚伪,成天打着他们的小算盘,他们擅长玩心眼,耍手段,在背后算计别人,能把别人耍得团团转。 假如你和这种人相处,需要时刻提防他们,所以会让你感到身心疲惫,无暇去做点有意义的事。 这种人往往心机重重,总是在背后算计别人,很难与人真诚相待,大丈夫处其后,不处其薄,拘其时,不拘其华,这里的后,指的是真诚,而保指的是虚伪,一个心眼太多的人,显然是虚伪的,我们不能与之相处,以免被算计。 第四种,脾气暴躁,情绪不稳定的人。 常言道,冲动是魔鬼,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,凡是冲动易怒的人。 因为脾气暴躁,到处得罪人,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,所以这种人即使才华横溢,也容易倒霉,混得都不太好。 脾气暴躁的人,由于控制情绪的能力极差,他们就像一堆炸药一样,只要碰到一点火星子,就会引爆他们的愤怒情绪,进而六亲不认,出口伤人,甚至拳脚相加。 假如你和这种人在一起,会被他们一惊一炸的火爆脾气,吓得魂飞魄散,坐立不安。 这种人往往容易冲动,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,容易对他人产生伤害,在国学中,孟子曾提到,喜怒哀乐之味发。 魏之中,发而皆重结,魏之和,这里的中指的是情绪的适度,而和,指的是情绪的和谐。 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,很难做到适度与和谐,他们容易为一些小事情而大发雷霆,让周围的人感到紧张和不安,因此,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和谐,我们要尽量远离这种人。 第五种,口蜜附健的人。 口蜜附健的人,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情伤高,嘴巴甜,他们当着你的面时,话说十分动听,能把你夸成一朵花,让你心里美滋滋的,所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。 这种人往往口是心非,表面上对你甜言蜜语,暗地里却对你使坏,在国学中,孔子曾提到,巧言令色,嫌疑人。 意思是说,那些花言巧语的人,往往不是真正的君子,因此,我们要远离口蜜附健的人,以免被他们的虚假外表所蒙蔽。 当你被他们的甜言蜜语和友善态度忽悠得飘飘然,继而放松警惕,对他们掏心掏肺时,你一不留神, 他们就会揪住你的小辫子,在你的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,让你防不胜防,毫无招架之力,哑巴赤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 只能认在,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,远离这五种人,以免受到他们的拖累和祸害。 同时,努力做到自身的情绪稳定,尊重他人,知恩图报,真诚待人,和言行一致,成为一个有品质,有道德的人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越走越好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?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